所以在佛寺是这样的 佛灭以后他就产生这两派了 阿难小小戒可舍 因时因地因人 大家设还有幽婆里这个派别 他认为舍小小戒就破坏戒法 那这个是前奏而已 那这是第一个是属于戒律的问题 家设跟阿难的两个人的看法不太一样 其实为什么要指出这两位呢 因为大家设是可以说是上座部的代表 阿难尊者是属于大众部的代表人物 还有第二个就是女众的问题 其他可能你们都不会很关心 女众就会关心什么呢 女众的问题 那女众的问题主要是女众出家的问题 女众出家呢其实谁反对 大家设是反对的 那阿难尊者呢 他是请求准许女众出家 而且他请几次 他请 有传说是请三次 去跟佛讲一次 再一次 那有人反对 有人赞成 赞成的那个人去讲了三次 那反对的那个人 看在眼里怎么样 会有什么心情变化 化学变化没有 好 总而言之意见不同 意见不同 那在佛事的时候 阿难尊者 去请求女众出家这件事情 最后佛陀的决定是怎么样 让女众出家嘛 那迦瑟尊者有没有 进一步在讲什么话 没有 佛都这么说了嘛 但对不起 第一次结局的时候 谁讲话了 大迦瑟尊者讲话了 他针对那个去跟佛建言的阿难尊者 他找他了 好 那所以第二个是女众问题 大迦瑟指责阿难的戒律问题 还有女众问题 好 那大迦瑟呢 他的特质是 有点厌恶女众 其实 呃 迦瑟尊者有这样的倾向 这样的根性 如果我们把他反过来 我们把他反过来 女众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特质的 有没有 也有 女众 厌恶男性的也有 好 所以呢 大迦瑟呢 呃 在这个问题上面呢 有跟 呃 你一种轻视他 称他什么呢 小小比丘 好 小小比丘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很 你很小的意思了 比如说我们说 啊 你是大人 你是什么呢 小人 你是什么呢 小小人 好 你是什么呢 小小小人 好 这个 好 其实 呃 都不是很 很好啦 乃自以轻视他叫做什么呢 外道 好 因为他跟谁杠上呢 他跟 呃 女众杠上了 好 第三个人 是佛不周的问题 这有三个 是阿难没有请佛注视 就佛呢 要涅槃的时候 那个阿难尊者 没有跟佛陀讲 你要注视啊 你不能这么着 就 呃 这个 涅槃啊 好 所以你们要注意哦 如果师父要往生 身体不太好的时候 你就要 好 一天要请三次哦 啊 师父你要注视哦 好 好 是佛不周 第二个呢 佛要喝水 阿难没有攻击 还有阿难呢 曾经踏到佛医啊 好 这个是 第一次结集呢 产生意见相着的地方 那第二个呢 是在妇罗纳 尊者 对第一次结集提出异议 那 我们知道说 第一次结集呢 佛涅槃以后呢 主持土匹大典 是加塞尊者嘛 土匹之后呢 富罗纳带了几百位的比丘回来 好 那因为 这个富罗纳尊者 其实他的 他的特质特性呢 他跟加塞尊者是不一样的 因为 加塞尊者呢 他是属于独绝根性嘛 富罗纳呢 他富有什么呢 富有菩萨的特质 在当时我们有提到说 他要到边地去嘛 那富罗纳呢 他不怕被打 不怕被杀 那 他提出的意义呢 他是七条戒律 这个 他不能接受 他说其他的我都接受 但是这个 七件事情呢 他不能接受 也就是认为说 这边提到的七件 这七件我们看一下 内树内熟 自熟 自此时 从人受 自取果实 就此水受 无尽人尽果 除何时 可以吃 他的大概的意思 我们看内树 内树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在 那个南传佛教 是不足的 食物也不放 寺院里面的 好 那 呃 我们如果从 第一次结集 富罗纳尊者 提出这七件事情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 这一些 富罗纳尊者 他认为是 小小戒的 在上座部呢 他不接受的 不接受的 七件事情 我们看 第一个 内树 是寺院内 好 来储存 饮食 他不接受 你要注意哦 你把它想象成 我们这个时代 寺院不能放东西 好 第一个 第二个 内树 内树是什么呢 寺院内呢 煮饮食 煮食物 也不可以 第三个 自熟 自熟是 出家人 自己煮饮食 也不可以 第四个呢 自此时 从人寿 在南传 他吃 出家中吃东西 是要口寿 或是手寿 手寿就是 我摸了以后 你再吃 我讲了以后 你再吃 所以 他跟我们 背传不一样 我们会自己煮啊 不用居室来 手寿 口寿 像我们 有一次呢 到那个缅甸 那缅甸呢 要去一个道场 那 在车上 在车上呢 他们居室的概念 有很多都是 有这样戒律的概念 那南传那边 很多吃东西 都要手寿 就是他要拿给你 他摸一下 那你才开始吃 这样 那 比如说水也是一样 那水拿给你 你才喝 这样 那北传的 那个出家中去呢 有一些 不太适应 好 这是第四个 好 这个自此时 穷人寿 就是你不必 口寿 手寿呢 就可以吃了 好 第五个呢 是自取果实 自取果实 是什么呢 是 见到 树的果实 你就可以自己 把它拿来吃 好 那 第六个呢 就此水寿呢 是自己可以从水里取一些食物来吃 就水里面有食物你也可以拿来吃 这是 他譬如说莲藕等 有这些食物啊 这为什么莲藕 我在想说可能当时可以生死了 就去来就吃了 第七个呢 是无尽人尽果 除 那个 果核 就是你如果得到那个果实 水果啦 没有尽人 跟你说尽嘛 因为要口寿 手寿嘛 那你自己就把那个 皮啊 那个 去掉 就可以吃了 这七件事情 加瑟尊者认为都不可以 不可以的就是 寺院内不可以有饮食 寺院里面不可以煮 煮东西 出家人不可以煮东西 吃东西必须 要有这个居士呢 手寿 口寿等等 这七件 但是 这时候呢 这个 傅柔纳呢 就对他提出异议 就是说 你这七件事情 我没有办法接受 那加瑟尊者就说 我从佛听的是不能啊 傅柔纳也跟他讲 他说 我也是亲自听佛说 说 佛说怎么样 可以啊 好 但是呢 这个在第一次结起 并没有产生 很大的分裂 有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就是一个怎么样呢 一个旗舰了 意见相着了 那当然 一直延伸到 这个是佛涅槃之后的第一年夏天 那 真正的旗舰而产生 部派分裂的呢 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 十四非法跟大天五世 十四非法呢 就是东方比丘呢 这十件事情被判定什么 非法 第二个呢 是大天五世 东方大众部比丘呢 也被判定是非法 这个大天五世 刚才提到的 这个余所又无知 犹豫他领入 道因生故起 世民真佛教 这件事情 东方比丘说的这个大天五世 也被判定非法 那这两次呢 好的结集呢 我们如果这样看的话 第一次跟第二次呢 其实都是上座部 比丘 或是大众部比丘呢 这两次 他得到 这个不同意见 而得到 获胜呢 第一次 是 那个 大家设尊者主持嘛 其实第一次的主导权 也是在上座部 第二次的 这个不论是大天五世 跟这个十世非法 都是 都是谁被判定非法 都是大众部 所以第一次 如果从我们看 第一次跟第二次呢 其实都是 传统的众绿的西方 的上座部呢 他获得胜利 那我们如果这样看 东方的大众部 你看我们从佛式的世家族 还有东方佛教呢 其实 他有被压制的这样情况 比如说佛式的世家族 提伯达多 禅纳比丘 还有第一次结局 阿难的被责罚 傅柔纳对戒律的提出意义 那这个呢 都是东方 的大众部呢 他的意见呢 他其实 他是提出来 他还是比较弱一点的 第二次结局呢 还是东方拔旗主 比丘呢 被判定非法 那东方系跟西方系 东方系呢 主要是大众部 东方系呢 我们可以归纳一下 阿难为代表 就是从佛式的时候 一直延伸到 一直延伸到 布派佛教 主要是 这个系统 东方系阿难为代表 大众部 他是什么呢 他是尊重大众 尊重生且 他是尊重女性 他是重罚的 他是少欲知足 而非妥妥苦行的 他的戒律呢 是重根本的 不是重滋末的 滋末就是 我们想讲到 这个小小戒的问题 那这边提到 最后呢 有提到布派分裂的一个动因 动力因 为什么产生这许多的派别 这个在 眼陪法师的一部中伦论里面 也提到说 他主要的动力因 这个动力产生布派的分裂呢 主要是佛随机方便说法 有时候方便说 有时候就近说 后人依不同言说 依方便说 你依方便说 我依就近说 做不同的解释 以自己的解释为标准 思想便分化了 所以思想分化呢 是一个布派分裂的一个 主因之一 他这边有两个批译 他说譬如有我跟无我 那独子部呢 在布派里面独子部 我们知道说他是主张有我论的 他主张是什么呢 非吉运 非离运的不可说我 他是有我论的 那其他的他部呢 他是主张无我论 那这个独子部呢 就被评为父佛外道 这边加个独子部会更好一点 还有像三增上学 我们说三增八增道能入于涅槃 那这三增上学呢 本来如丙之三足不可偏废 那但是后面的学者呢 他有偏重哦 比如说根本上座部呢 特重界 有部呢特重定 大众分别说戏呢 他特别偏重在会学 特别的偏重呢 就会有意见相左的地方 好 这是在 布派分裂的动因里面呢 他举出一个重点 就是佛随机方便说法 那我们等一下呢 还会跟大家补充 两个部分 就是我们就把它归纳起来呢 布派佛教分裂有六个因素 那第二组呢 他有这个地区的不同 语言的不同 思想的不同 也是造成布派分裂的主因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认识中华护生协会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置业于2002年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物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 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 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立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增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慈悲至业 东山吉祥书方 谈成编织进阶课 除葬谈成 落取喇嘛 将带领与教学简单的心经除葬 手把手解密 谈成编织的每一个细节 除葬谈成 可以用于心经除葬法 大白散开除葬法等等 除葬法会上 放在家中 也能为自身 为空间消除障碍 逆圆 欢迎参加过体验课的朋友们 再次回来参与进阶课 也欢迎心灵手巧的朋友们 一起来练练手 日期9月24日星期日 时间下午2点到5点 上课地点 东山吉祥书方 宜兰县东山乡东山路二段478号 下询电话 03-9580-286 03-9580-286 书方位于省道台九县边 附设停车位 公车路线从卢东转移站 发车的红二线 佛教慈悲至夜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传授八观灾界 即礼拜大悲灿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10月4日星期三 时间8点半 传授八观灾界 13点半 礼拜大悲灿法会 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医 共募福恩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吉他 Republicans 参 그래서公开啦 吉他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盛牌 produitjutlen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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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